Euklele也被称为乌克莉莉 是一种来自夏威夷的 转统四弦弹波乐器 距今天已经有着上百年的历史 因为它的体积小巧可爱 音色清脆甜美 上手简单易学而风靡全国 然而对于越来越多的爱好者来说 Euklele的魅力 却不仅仅是一件乐器那么简单 音乐 音乐 于成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 目前在一家外资企业中担任销售工作 他和Euklele的故事由来已久 二十年左右都是以前在哈尔滨 现在指的同事叶滨是面单的单板的远路哈 Soprano一谈我说那个音色啊 他也就从来没听过那样的音色 他就太好听了 然后就问我说你这个卖给我吧 多少钱啊 他说我们都坏了 说我们八十块吧 我说都坏了你便宜五十吧 我查查账 查查以后他就说先生不能卖你的 进价四百块 这是我们留着作账 我们不卖了 哎呦我这感觉这很后悔 这这一过去就是将近十几年了 然后我儿子今年是十岁 在他八岁的时候 我在哈尔滨另外一个清行 第二次看到这个六家清行 就是这个尤克莉莉 当时我想这个 这个 这次就知道叫尤克莉莉 也不是一定要买 也没买价格 现在那时候也稍微经济好一点了 他用业余时间开发了一款 便携式的静音尤克莉莉 更加方便了旅行中的携带 也解决了深夜恋琴的扰民问题 一有时间 于成就会来到哈尔滨市特殊教育学校 公益客串 盲人孩子们的尤克莉莉老师 一次机会谈起来就是说 我们可以教你们孩子们一些尤克莉莉 因为很容易学 大概一个星期就可以上个演出 学一个弹唱一首吧 我教你几颗拳 推上去加了一个前奏 加了一个剪奏 结果第二天的时候 我感觉可以 你根本想不到 就是老师之前说 我说他们 你讲过这东西 不会忘 我开始还不是太这个理解 结果一教就是这样 记得太快了 孩子特别特别聪明 可能是他因为他看不见 所以他这个对 生意的感知 记忆的感知 就非常的好 老师说 其实你看那别的孩子们 你看上课都很感兴趣 我说我不教你们 然后你们谁跟这个师哥师姐 两个人 然后你先学 只要学会看 一个小曲子 一个合选 我就送你一把钱 结果 不用不了 大概也就是两个星期 所有人都会一点的 然后就一人弄了一把钱 哈尔滨特殊教育学校 有着三百多名在校学生 他们中的一大半 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视力障碍 上来正好 的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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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4 4 5 8 以上 2 2 2 9 2 5 9 9 教盲人海子弹琴 只能通过一对一 说发手的方式 鱼哥和孩子们研究出了如何用毛纹来记录优克利利曲谱 然而他们对琴弦的声音和触感非常敏感 很快就可以掌握指法 而且紧通过耳朵就可以完成调音 这堂队的作业 上天和学书的同学 这个情绪一定要完善 一定要学会 如果能看夫妻科学来的 像四同一样再谈一谈 进入盲境我才感觉到其实 他们甚至比正常的孩子更幸福 因为压力不是很大 像你看他们小学的初中就是这么学 到高中以后可能一些盲孩子 就直接学技能 去按摩了 这些考虑到社会这些东西 而且他们就学习音乐的世界非常的多 学校有钢琴和口温琴 萨克斯什么都有教的 他们就是我觉得心灵接触能力 特别强烈 很敏感 有些东西呢 你稍微表达才就知道 我开始想做的 忙着人们弄的琴 告诉乃哥甚至恩在哪 但是根本没必要 他们的触觉非常的敏感 告诉恩在哪下次都不错 你想他们要摸王文 那时候那个小吐气 他们能读出文字来 所以对手和对声音 非常敏感 没有问题 包括你情绪上的东西 如果你情绪不高的话 他们马上就能感觉出来 有的时候你会非常的不经意的时候 你会很感动 金就是没有直升 然后小男孩过来了 你碰你 你摸你的手 吕老师 你感觉 那时候那时候感觉 他碰你一部分就知道你是谁 哈哈哈哈 我还想不想 我还想不想 我都会想不想 我会想不想 孩子们通年中玩了这样的游戏 参加了一块鱼里 就是这么个东西 他们有一天的快乐 是你给他带来的 就可以了 Yuki Lili对于盲人孩子来说 是一扇更加容易打开的窗 虽然不能让他们看见阳光 却可以让他们感受到温暖 Yuki Lili对于盲人孩子来说 Yuki Lili便携异学的特点 和极具风情的音色 使它在全世界范围内风靡流行 从小朋友到老年人 无论你有没有音乐基础 都可以在这个乐器上找到乐趣 然而你可曾知道 这个来自美国夏威夷的传统乐器 最大的生产地却在中国 2017年12月26日 我来到了位于福建漳州的玉丰工厂 见证一把Yuki Lili如何从中国制造 走向世界 玉丰工厂位于张州市西郊的华侨经济开发区内 是原区内规模最大的工厂 接待我的是工厂的业务精密黄先生 他毕业于台湾一手大学工业与工程管理专业 2004年来到玉丰工厂 成为了一名Yuki Lili工厂的负责人 并且从此定居了大陆 我们厂里面土地面积大概有100亩 然后人员现在大概600余人 对 然后我们有最主要的有初级的Yuki Lili厂 跟高级的Yuki Lili厂 还有吉他厂 已经算是在做Yuki Lili这方面算蛮有经验的 玉丰是世界上最大的Yuki Lili代工工厂 为国内外许多知名的品牌生产乐器 年产量达到50万把 其中大部分都是Yuki Lili 这里是我们的接待室 后来随着工厂慢慢发展了以后 刚刚进来的那个地方才变成我们正式的大门 然后这个地方就变成我们董事长的办公室跟业务在这里 以前只要是来访的客人我们都会让他种树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2006年2005年2009年2007年不同时期客人来在种的树 然后其实还蛮好玩的 这块是我们的材料仓库 那我们的所有的仓库 所有的材料所有的木材都会放置在这个区块 材料通常会把它劈开来存放 然后分类分级 应该至少要到一年以上 我们才会拿出来使用 这一整排都是我们的烘干房 就是材料到了一定的含水率 大概14%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会把它推到烘干房里面 然后白天用那个空压机的尾器 烤到里面来当热源 然后让它干燥 节省能源去让它烘烤 然后让它干燥 所以你也看得到这边我们刚刚跟刚刚那边一样 我们这里也排了很多饼料 在让它硬干 在让它带干 这个都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最快都是做所谓的单板 其他的也好 或者是游客里里的也好 就里面就全部这一堆 这里面大概应该有三万套 差不多吧 三万套到四万套吧 对 这个是报废品 对 这个是粉厂 我们有还蛮严格的一套检验程序 就是反正不行 就烧 这些废料 然后来燃料来驱动 然后来烧水 下面有个大锅 利用水蒸气 把处理的材料放进去以后 让它蒸煮个两天到三天 把里面的这些化学物质赶出来 自然冷却以后 我再拉去钉干 这个车间是我们的配件厂 它最主要生产为游客里里的纸板跟下马 我们会把一只手柄做成差不多的样子 然后把它放到烘干室里面去存放 让它变 它要变它变然后存放 等到要做手柄的时候再拿出来 仔细做原来的形状跟厚度 这样我们相信它后面的变化会越来越少 在做手柄的部分我们是两阶段操作 我们第一个阶段先做粗胚 第二个阶段再做粗胚 从粗胚做到成品 员工只要负责把东西放上去 然后按一个按钮 那整个粗胚就出来了 然后精细的部分我们再交给手工的模具 或者是我们就上雕刻机 用雕刻机做手柄 这三台机台从头做到尾 做出来差不多就是一只手柄 我们的优势来自于对于整个制程的熟悉度 再加上我们对于机械或是模式具也好 对整个人工的辅助 还有我们懂得运用管理上的整合 或者是修缮去让制作出来产品的质量 都维持在一个标准度 那你看到那边那个板 那个板里面可以告诉你很多事情 线上里面总共现在有多少人 然后呢我们每做一片纸板的标准工时 跟它现在到底产出多少 随时你都可以看得到它的进度 跟效率问题 下马的制作 利用速控机械去 然后多几个头去帮我们把需要的形状标出来 跟需要的槽挖出来 做好了以后还是需要经过手工的一些处理 它表面才会变得光滑 鲨鱼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做自动化的一部分 取板 雕刻 拿板 然后扫 这样子 可是对我们来讲 我们是要求每一片都只预留 一到两个毫米的误差值在这个上面 而且上面伴随着有我们的基准点 你也可以看得到我们在每个过程当中 其实有不少的瓶检员或是修整员 它在协助每一个工序把它做得更细致 更干净 就是清除一点点胶水 或者是刷得干净 或者是上麻油 这些细致的地方都让我们的产品 比别人多那么一点点的精致度 这是我们做最低价的彩色的 最普及的一个面板 这个点胶机是用在我们在年音粮之前的布胶 可以让它更标准 这是侧桶成型的核心部分 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到那边有一片盘 然后再加上我们固定的回线 然后加上胶以后再加上前后贴头 到我们的加热机器里面去固定 等胶干燥成型出来就是一个桶形 漂漂亮亮的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刚好把成型出来的面板 切好形状以后 加上我们的阴凉在这里加工 这个地方也是加热的 加热让阴凉跟面板的结合在一起 阴孔是在最后才开 而且是用一台二三十万的激光机在切割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就因为我要里面的干净度跟一致度 这样子我就不会受到刀片在切割的时候呢 会容易产生一些边缘的磨损 或者是整个形状大小不一致的问题 我们每年在投资新设备 花费大概在80万到150万之间 前面是成型 形状成出来 后面就要把我们机器做不到的地方 利用手工的地方做修整跟研磨 我想要创造不同的声音 所以我对于板材的了解 我修改我的设计以后 我会去选择这个东西我做得最好 经由好几次不断的试验 然后去得到我的最佳参数 然后我把它发扬光大 来 烤鸭车间来吧 这一间是我们三间自动涂装房里面的其中一间 那这一间最主要用来喷头肚漆 跟彩色游客里里的彩色面漆 包含消光跟哑光都在喷 然后这一间就是我们做完油漆最后的装配车间 locations 施子 3 7 7 从头算到尾大概是两百多道 经过大概二十到二十五个人的时候 我们现在一个月大概有四万多到五万的 无格力利 但是吉他就是四千 所以是十比一 德国 加拿大 美国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都可以买到雷后 卡拉是美国著名的优克利利品牌 它的产品线从低端的彩色琴 到高档的手工琴以硬俱全 卡拉以丰富的型号选择和优良的品质 成为了全世界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优克利利品牌 卡拉优克利利的大部分型号 都是在御风工厂生产制造出来的 我觉得做优克利利基本上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跟我们目前最大的客人卡拉 就一路从零到现在 它对整个产品的熟悉度或材料的掌握度要够高 量产最主要是一字化 差异化的东西要尽量变小 平衡为主 趋向于结构上的安全性 有时候声音跟结构它就是互相抗衡 就是你要得到好声音的那个极端 它对本身材料的那个坚固性跟耐久性是相反的 所以你得在这中间取得平衡 优克利利也许看似简单 但是想要制造出一把合格的乐器 在价格和品质上做到平衡 满足全世界爱好者的需求 就需要大规模的工厂化协作 高科技设备的投入和顶尖人才孜孜不倦的研发 目前全世界80%以上的优克利利都来自于中国制造 不同于由数百名工人借助全自动化设备 大批量生产优克利利的方式 独立执琴师只依赖自己的双手 使用简单的工具 独自完成一把乐器的全部制造过程 接下来我们要拜访的就是这样一名 居住在广州的独立执琴师老曹 老曹的工作室位于远离广州市中心的北郊鸿旗村 一路上车窗外繁华的都市景象高楼大厦逐渐褪去 天空开始显露出它原本的颜色和大片的云朵 车子离开了大陆进入街巷 一直深入到无路可走 离目的地却还是有一段的距离 这几天广州阴晴不定 晴朗的天空忽然间就下起了青春 在这几天坏大雨 在这几天坏大雨 下几天坏大雨 下几天坏大雨 这个太热了 刚倒的时候还挺凉快的 翻了 他的工作室在一家小型煤炭加工厂的隔壁 是一栋三层小楼 为了方便运送制作乐器的木材 安装着简易的升降机 请站车 帖子里面大家自身叫佬超 我在朋友圈啊 微博啊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我的照片 基本上我也没录过面 大家都原来老潮 有这个老潮 在运气行业也做过 做了有十几年了 然后紧接前就开始 就是入门这个优惠历历 那我觉得做了一段时间的优惠历历 做了两年的优惠历历以后 我觉得这个 个人的一些手工 能够在这个优惠历历上 让人家能够解析出来 老潮只做全部用 十目制成的全单琴 并且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 进行定制 我从 刚开始想做这个品牌的时候 我就是想做 比较高端一些的定制 因为我觉得这个 市场是有的 这个琴成头到尾 包括材料 包括每一个每一道工序 都是我自己在做 石木材料由于天然的内部结构 对声音有着绝佳的传导性能 并且会随着演奏时间的积累 而变得越来越动听 不同种类的木材 木材对于声音传导的性能各不相同 也会得到截然不同的音色 即使是同一种木材 也会由于生长环境的差异 而带来音色上的细微差别 制作优克利利最顶级的材料 是这种色泽金黄的夏威夷相思木 这种树木只生长在美国的夏威夷群岛 它们独自生长不成林 木材密度大成材时间久 做成乐器后音色温暖而甜美 是夏威夷当地制作 优克利利最传统的木材 由于近几十年的大规模砍伐 夏威夷相思树已经濒临灭绝 被当地政府列入了 宾威动植物保护名单 这使得它变得极为珍贵起来 夏威夷相思木 按照天然形成的木人 分成不同的等级 木纹越密集华丽 等级也就越高 虽然木纹的华丽程度 并不能决定乐器的音色 但是优克利利爱好者们 还是对它情有独钟 想要获得一把木纹华丽的 夏威夷相思木优克利利 除了需要付出高昂的价格以外 还需要一些缘分 可跟供应商要材料的时候 我就是我要最好的 我都不配给它减价格 它是多少钱就多少钱 因为我们买回的材料 基本上我们都是买老料 买干燥好的 然后到国内来以后 气候环境不一样 我们还要放一段时间 放两个月 甚至半年一年 让它干燥好 让它稳定好 我们再开始生产 老曹做琴只使用简单的工具 和纯天然的材料 它正在用鲍鱼被壳的切片 来制作装饰硬孔的花纹 这个世界都不是很差 因为像我现在做这种的话 也不是很复杂的 如果做那种比较异形的图案 那就麻烦很多 那可能一个这样的孔花 可能需要几天时间 平均开始我做自己品牌 开始就 我就接触很多国外的一些大品牌 它们的琴饭了以后 也会 人人会找到我 我觉得每个品牌 它有它的特点 我觉得我能够把它修好 然后我成功能够吸取一些金黄 根据不同木材的音色特点 琴体内部的音量结构 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内部结构对音色的影响 目前还无法用计算机模拟 只能靠着经验的积累和摸索 这个有音量 手冲 高度 高度 还有密度 这种音量算比较好的 有种它门路很粗 它就不受力 弓表不理合 这个比较重要 这些结构基本上我们都 具体的位置 我们都已经经过很多室的 那个视野 基本上都差不多 位置都是已经定好了 但是每个形象也不一样 也不是说每个形象都是这样的 从街道订单器 老曹完成一把优克利利 通常需要五个月左右的时间 我觉得大家相信我 客人信任我 我也必须要对他负责到底 尊生保休 老曹一家都是湖南人 妻子和两个女儿 一起在工作室的三层小楼里居住着 这座乐器并不是他的第一份工作 我那个经历太多了 各种行业都做过 老式家具 产生那种古典家具 其实那个时候工资很低 11块钱一天 我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一个邻居吧 他说广州这边 乐器的工资高一点 然后这边500块钱一个月 然后包吃包肉 然后就跑到广州了 这边来了 家里住久了以后就想出来看一看 广州当时做乐器行业 做吉他 优克利利很少 偶尔有做一些优克利利 但是都是当玩具来做 就没把它当成乐器来做 那个时候不管是我们员工 就是老板都是觉得 优克利利就是玩具 吉他才是乐器 第一次接触优克利利的生活 在上面看到很多人 很多那个专题 就是飞扬 我其实对飞扬这个人很感谢 就是在这里 陈飞扬是居住在成都的一名 平面设计师 他从2013年开始 凭着自己的兴趣 在网络上收集整理了 大量国外优克利利影音资料 并且集结成内容详实的专题文章 定期无常地发布在 阿伦办的优克利利中国网论坛上 目前已经积累了 几百篇的精华文章 这让国内的爱好者 得以看到更宽广的世界 也启发了老曹 做高端优克利利的念头 我看到他很多专题 也是国外很多 比较出名的执行师 做了钱 但是那个价格 也是我们不敢想象的 后面我就慢慢留意 这些相关的资源 我就想做一个品牌 专门做学当 就是定位好一点 售后啊 业务啊 都是我一个人 包括采购 车街管理 一些都是我一个人 但是今年 今年就找了一个 实在一个人忙不过来 精力有限嘛 一个人 黄锡元是居住在深圳的 优克利利爱好者 几个月前 他还是一名水利设计工程师 最近他刚刚辞去了 待遇优厚稳定的工作 资深来到这里 从零开始 做一名执行师学徒 目前 他每天只能做一些 安装琴弦和抛光打磨的 基础性工作 大了一辈子都小 你看这鞋刚刚是这么小 这几天都是说下去下去完了 完了 很多事情嘛 就是太快 你在规定时间内 又要产出一个超出我们的 力量范围的东西 就是一个工程 正常来讲 人家干七年八年 现在就非要第一年就完成 然后我们做设计了 就拼命地画图 然后施工那天 就拼命地加班 就每天每日每夜地干 总觉得心里很不安 如果我干原来的工作的话 就前途算是就比较明确 也可能说是能做比较好的生活的 但如果说干得都不开心 然后每天都提心吊胆 然后就算了算了 干了 我改变不了 那我也没有能力适应 那我还不能离开 然后现在做琴的话 反正就一心一意 就做一件事情 那我就觉得 全心全意做事这种感觉 就很幸福了 miten能力适应 这个也是一个积累过程 经验 之前是对木材的理解 不是每一片板都是一样的 可以把它做到极致 我的理想就是说 工匠精神那种 就是我追求的那个方向 老曹制作的优克利 价格通常在一万元左右 也许你还是会觉得它价格高昂 然而这已经远远的低于 同党配置下 国外之秦室的作品了 他们为优克利利爱好者 精心挑选梦想之秦室 又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 优克利利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乐器 拿起它 你也可以学会如何演奏 接下来让我们跟着节奏 把它们连贯起来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学会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